隨堂上個月被鄰居指控放任小孩 半夜悉鬧噪音不斷 事件後首都現身 看起來氣色還不錯 表示再也沒有遇到對方了 就好久沒有看到他了 也沒有在家裡敲門這樣 沒有耶 無聲無息 我們都是非常離合為貴啦 然後也很願意去同理對方 當時隨堂在臉書用簽字文反駁 還提到三個小孩 曾被鄰居大聲呵斥 心裡也留下陰影讓他心疼 他們每次看著電梯的那個燈號 一亮到7的時候 就非常的安靜 我覺得好多鄰居真的 我很謝謝他們 就是他們會在看到我的小孩的時候 都會感覺算是很特意的稱讚他們 說你們真的很棒 你們很乖 你們很勇敢 雖然說不會考慮搬家 因為很喜歡大職的環境 也適合小孩 但之前被鄰居控訴 他1月18號明明在台北參加電影首映 卻對外說去花蓮旅遊 隨堂也解釋參加完活動後 直接奔往花蓮跟家人會合 連上表情充滿無奈 住在那邊十幾二十年的鄰居 都會來跟我們說 就是要繼續住在這裡 不要因為這件事情而氣餒或什麼的 就覺得還滿暖心的 不過被鄰居告上法院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 兩度調解都破局 隨堂也說不會再開庭 就想早日回歸平靜生活 殘居說您聽聽光說一台報道